YOW 大家早安 今天大概是Nava Marathon 兩個禮拜後 還是要稍微訓練一下 不然真的身體有點開始 微微發胖了 今天就來稍微輕鬆跑一下 而且今天天氣很好 已經好久沒有大太陽 台北已經連續下雨好幾天快受不了 所以今天只好來 跑一跑動一動 那我們繼續跑步吧 好 熱身完畢了 練習去 今天的課表是 慢跑40分鐘 好累 太久沒跑跑一下就跑船了 然後待會 跑完40分鐘之後 做一下加速跑 稍微讓身體有一點速度的感覺 好 繼續跑吧 好累 跑完了 休息一下 好 我跑完了 練習完畢了 所以換了個衣服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因為我最近體驗了兩到三週的這兩個耳機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世代的心得 那廠商提供了我兩個耳機的世代 那希望我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當然這不是業配 這是純粹我個人的體驗 所以沒有哪一支好或哪一支不好 第一個呢是這個比較小款的Area 那Area聽說它是就是 希望它就是出來跟AirPod勁敵的 所以它很小巧 那攜帶盒很方便 那另外一個是ZOLO的Live提 這大概是2017年 它的一個集資平台上非常非常火紅的一支耳機 那兩款耳機其實都是真無線藍牙耳機 那我就來講一下 兩款耳機的差別跟我個人體驗的心得吧 那第一個是這個Area 那這個Area的外盒很輕便小巧 大家可以看這麼小一個 我們拿來跟iPhone比較一下 其實這個非常的小 戴起來其實非常方便 放在口袋都很容易就可以攜帶在身上 那盒子呢外觀是塑膠盒的外觀 開起來它就是一個它的充電盒的設計 那這個充電盒呢其實它是磁吸式的 所以蓋子它會有一個磁吸的反應出現 開起來也一樣 那充電的兩個地方也都是用磁吸的方式在做進行 那這款耳機呢它是用USB-C充電的 所以它基本上也很好攜帶 用隨身行動充就可以幫它充電 那我個人這幾天的體驗心得呢 這支耳機非常的方便非常的輕 它稍微的比較優勢的地方是 你開起來戴上去 馬上就可以連到你手機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你一端起來 盒子蓋起來 它就自動幫你斷線 所以它是一個很省電也很輕巧的方式 我基本上用了大概一個禮拜吧 我還沒有充過電 因為它一直都有電 我不知道是我用太少 還是它訓練力真的很好 那它這支耳機呢我個人覺得 它稍微的比較適合商務型的使用者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以我一個教練身份 那平常我要訓練要跑步要教課 我可能有通勤的時候會使用它 但是我真的要到換運動的當下 戴它的時候它的包覆性沒有這麼好 它的緊密貼合神經沒有這麼好的情況下 我在激烈運動的時候 它很容易還是會掉出耳朵 所以這支耳機我覺得它比較適合是一個 你比較上班族 你平常希望它小巧方便攜帶 而且戴起來 你會忘記它的那種感覺的話 我覺得很推薦你用Area 那另外一支耳機呢 是這個ZOLO 那這個ZOLO的Liberty呢 相較來講 它的電磁盒是比較大一點 開起來它一樣兩顆是真無線藍耳機 那拿起來一樣是就是磁吸式的 所以放進去它就會自動磁吸 而且開始充電 所以兩個電磁盒都是一樣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Liberty 比較有特色的地方呢 是你戴上耳朵之後 你有一個旋轉的動作之後 它會把你的這個卡榫卡到你的小耳朵裡面 這個時候你耳機的貼密程度 密合效果就會非常好 那針對我在平常通勤之外 運動的時候 它就可以是一個非常好的用品 因為我在跑步當下 它就不會因為我的過度震動 導致耳機掉下來 所以個人來講 我覺得如果我有運動需求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Liberty 那還有一個好處是我覺得它因為它有石墨吸的材質 所以它在音質表現上面 其實對於一個周線來耳機來講的話 它的音質表現其實是非常不錯 聽起來跟一般有線耳機沒有差到哪裡去 我平常需要通勤的時候使用 商務使用 之外呢 運動也要使用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推薦Liberty的這個耳機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簡單分享這兩個耳機 我個人大概這兩三週的使用心得 就看你們的需求來挑選適合你們的耳機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這兩款耳機 是我使用大概兩到三週的心得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下方連結我也附上商品的資訊連結 可以點進去參考一下 那下方也附上折扣碼 是我跟廠商特別要求 希望可以幫你們爭取到的優惠 那就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助到你在對於這兩款耳機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朋友記得按個喜歡並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掰掰 因為期待會不… 你們現在打給我 是否・・・ fried phones